第三集 营养标签 哈哈 你很弱 我单手就能赢你 哦 食安紧厚 鸡士 你吃的零食全都不健康的 吃吃钱要先看清楚营养标签 蛤 我才没空看呢 吃 哦 哎呀 又输了 机会来了 刚才只是热身 我们再来一局 好啊 谁怕谁啊 食安费者 在香港 预先包装食物 通常都印有营养标签 营养标签上的1加7 是指能量值 以及7种指定营养素的含量 嘿 包括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总脂肪 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 钠 即是盐以及糖 想吃的更健康 要特别留意脂肪 糖和钠含量 嘿嘿嘿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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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脂肪大致可分为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当中 反式脂肪特别令人关注 过量摄取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 嘿嘿嘿嘿嘿嘿 为了方便市民选择少盐和少糖的食品 有些食品于包装上会有低盐糖或无盐糖的声称或标签 饼干B有低盐的声称而饼干A就没有 比较时要采用相同的参考份量 例如每100克食物所含的钠含量 饼干B的糖 钠 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含量都比较低 所以B是较好的选择 这张购物卡上列有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每日摄取上限 每100克的饼干B所提供的糖 钠 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分量 分别占每日摄取上限的5.5% 5% 8%和18% 比较一下就可以吃得更健康 机会来了 刚才只是热身 我们再来一局 十二这一家 我只能带你转着 好 好 10月8日 马兼ale Participa 萎 演唱 抽 成 崩 祝 自己